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是关于日元套息交易的规模 这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金融秘密 接下来我们会探讨农夫山泉创办人钟闪闪的最新言论 他表示成为首富让他失去了自由 丁坚称农夫山泉永远属于中国 最后我们将关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一座大行垃圾山倒塌世界 目前死亡人数已增至21人 军队也加入了搜救行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日报报道日元套息交易成为股市波动的因素之一 但其规模仍存争议 日本央行每月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2024年7月 日本银行信用金库及外资银行借出贷款总额为624 7万亿日元 较2022年3月增加42.4万亿日元 折合约2891亿美元 然而这些数据仅反映银行借贷总额 并不完全代表用于讨期交易 此外 机构通过发行债券和逆回购抵押债券获取资金 外资在日本的债券逆回购及抵押证券规模达1.1万亿美元 经济日报采访 农夫山泉创办人钟闪闪在央视财经频道对话节目中表示 称为首富让他失去了自由 希望拥有私人空间 并强调农夫山泉永远属于中国 他认为财富是消费者对企业家的赞美 但在中国首富的财富责任包含利他主义 他指出自己是时代的幸运者 并对白手起家的财富感到自豪 针对网络风波 钟闪闪强调首富有责任 但很多网络攻击是胡说八道 他还解释了重推纯进水的原因 认为网络争议让他意识到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兴岛日报》报道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座大型垃圾山倒塌 死亡人数增至21人 总统下令军队加入救援 事件发生在周五晚间倒塌的垃圾山压垮了边缘房屋 总统约目塞维尼挨到罹难者 并只是总理协调转移危险区域内的住户 展开探查事故调查 减灾和难民事务部部长阿贝尔表示 搜救工作人在进行 政府为幸存者提供了食物和临时避难场所 并尝试转移他们到安全处 红十字会以搭建帐篷提供帮助 坍塌的基地级垃圾厂建于1996年 是坎帕拉市唯一的垃圾堆放地 乔鲍逊拉丁裔选民和领袖 对贺锦丽作为贺锦丽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感到高兴 但他需要在经济移民和教育等问题上明确立场 才能赢得他们的关键支持 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瓦内萨克鲁兹尼克尔斯指出 贺锦丽有潜在吸引力 但需要赢得独立选民和逆选民和那些计划不投票的选民 作为全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 拉丁裔选民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至关重要 Foto Latvino主席玛利亚克雷莎表示 贺锦丽的竞选激发了社区凝聚令 焦点小组调查显示 超过一半最初打算投票为第三党的年轻拉丁裔选民 现在表示会支持民主党 他强调没有年轻拉丁裔的投票 就没有通往白宫的道路 雷股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集体上涨 但全州来看主要股指均录得下跌 还只在上周四个交易日内连续两天录得上涨 闭示报3261.83点 挥立证券理财顾问李学聪认为 星元整体较强 使新加坡市场对剧烈波动的抵御能力较强 未来一周还只在3300点可能遇到阻力 但若突破则继续看涨 市场将密切关注日本央行的举动 和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进展 新加坡各股方面 泰国酿酒公司销售营收同比增长0.5% 优马战略任命潘思认为执行董事 许兄弟有限公司和许兄弟生态工程公司 净亏损有所收窄 但营收下滑 伪和控股总毛利同比飙升144% 汤盛人生集团新股东持股近10% 好支付亏损加大 但正积极推行战略措施 乔道纽约讯账户长使用它 长道素福克聚 警方成功追回了周三一名89岁男子 被欺诈盗取的49 林远茨在网上找到一个号码 希望解决电脑密码问题 结果被骗 他被告知个人银行账户被黑客入侵 骗子要求他将所有钱取出 并提供虚假的取款理由 受害者取出49林远后 骗子步行到他的住处索要现金 并拍下受害者的照片 素福克郡警察局金融犯罪部门确认骗子身份 他是皇后驱法拉圣的居民 骗子自首并归还了所有钱 目前警方没有提出任何指控 案件仍在调查中 乔报 乔报 纽约市警察局透露 周六晚上 布朗志发生一起 摩托车与汽车相撞的惨烈事故 一名男性摩托车手在圣安大道与156街交叉路口 被汽车撞到 尽管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但中英伤众不治 最终在医院宣布死亡 车内人员则留在现场并被送往医院 伤情稳定 令人痛心的是 数小时后在城堡山又发生了一起致命车祸 养名二十岁和二十一岁的男子 在凌晨骑着两轮车撞上水一护栏 当场死亡 这一系列悲剧当整个社区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 经济日报 英伦银行本月初宣布减息0.25厘 基准利率降至5厘 这是四年来的首次减息 消息一出 英国物业市场立刻产生反应 不少发展商迅速调整新盘价单 稍微上调售价 或撤走过去一年 给予置业人士的部分折扣和赠体优惠 虽然前期本应是置业人士的福音 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许多购房者发现 市场上的房价并没有如预期般下降 反而因为发展商的调整而显得更加昂贵 置业人士在面对这一复杂局面时 心情解辩的五味杂陈 东方日报 福建农民大学金山小区观音湖内 一朵罕见的粉白双色荷花早前被人摘走 然而近日 湖内又奇迹般的出现了两朵同样的双色荷花 粉红和白色各占一半 显得格外轻力动人 校方对此高度重视 立即加强了对这些珍贵荷花的保护措施 台校风景元林与艺术学院副院长彭东辉表示 这些荷花早在一二年前就已引进校内种植 但首次出现双色情况 校方将继续研究是否因为荷花出现了稳定的遗传变异 这一美丽的自然奇观让师生们感到无比欣喜 星岛日报报道 巴黎奥运即将闭幕之际 一名男子在11日下午突然摊爬爱菲尔铁塔 引发警方紧急疏散周围民众的行动 从网上流传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这名赤裸上身的男子爬到了高于铁塔上奥运五环标志的位置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 那路透社进一步报道 这名男子在攀爬过程中遇到了警方 最终被护送离开了观景台 事件得以停息 星岛日报还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长王毅与伊朗带外长巴盖里通电话的消息 王毅在通话中强烈谴责了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被暗杀的事件 认为这是对于伊朗主权和尊严的严重侵犯 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这种行为 王毅强调中医是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愿与伊朗新政府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 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 巴盖里则表示 一方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感谢中方在8月冲突问题上秉持公正立场 并期待中方在缓和局势和促进中东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另一天报道中 星岛日报详细描述了泰国曼谷发生的一起家庭悲剧 58岁的丈夫苏拉西怀疑妻子纳查纳特有外遇 二人经常争吵 9日晚上 邻居听到他们的争吵声 随后警方在现场发现 纳查纳特倒窝在睡房 身旁有一把铁锤 丈夫苏拉西则死在厨房通风口附近 警方初步调查认为 苏拉西在争吵后用铁锤击毙了妻子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间民房在过去十年内已有9人因意外癌症及不明原因去世 加上这次案件已有11人死在这间被称为诅咒屋的房屋内 令邻居们深感不安 世界日报 尽管面对外界风风雨雨 台湾全机好手林玉婷专注在比赛场上 她在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一路过关斩将 为台湾打架势上首面拳击金牌 台总统赖清德肯定林玉婷为国争光 特发贺电并通过失序与她连线 表达祝福之意 林玉婷回顾生涯第一面奥运金牌时 笑说仍觉得不可思议 感谢教练参次强的支持与指导 她还提到母亲是她最大的支持者 但由于情绪激动 还为日母亲言戏 林玉婷将在闭幕式担任长期官 感到非常兴奋 认为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 青岛日报 李正道先生追思会今天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举行 中国学界代表与会缅怀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李正道对中国高能物理事业和基础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 他推动了中美系列学术活动和国际合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高原林院士表示 李正道对北大物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深远的前瞻规划 李正道的长子李中青在追思会上表示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说 我永远会是你的一部分 你永远会是我的一部分 追思会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 及师生代表等三三林余人参加 东方预报 四名来自美国的教师 6月10日在中国吉林省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 被人用刀刺杀 中国外交部称事件属偶发及孤立事件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批评北京透露事件细节有限 敦促中方披露更多资料 另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驻沈阳总领馆德西吉林市检察官 将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涉案疑犯 但美方认为指控与罪行不相衬 该官员补充 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生的持刀商店案中 即使受害者没有死亡 有时也会以杀人罪名指控疑犯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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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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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